如果有一个中国人 他在路边开了加油站做的很成功的话 那你就会发现有第二个中国人呢 跑过来在他的旁边再开一个全新的加油站 你还会再看到第三个中国人 再跑过来再开一个加油站 中国人呢会开整排的加油站 恶性竞争 这就是一个集体主义迷信非常严重的社会 感谢金主帮帮钻石妈妈 谢谢你们 支持Amy可以加入100名小的赞助会员 想看深度员就专属影片是要加入300人的会员哦 我们也欢迎金主爸妈大力支持 不要在手机APP上加入会被抽苹果售哦 哈喽大家好我是Amy 去年我们做了好几个影片 讲电动车是如何在中国政府的举国体制补贴之下 率先打出的价格战逼得特斯拉大降价 导致特斯拉的股价大跌 然而比亚迪自己的股价也腰斩了 电动车产业现在整个变得非常的尴尬 如果你以为电动车是唯一一个被中国举国体制 给回掉的产业那就大错特错 自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 前前后后回掉的产业 佳佳绝对有双位数 之后看着我下巴都掉下来了 接下来呢我们会做一系列的影片 讲解中国公司是怎么样到海外内卷 卷到整个地球的产业 整颗地球的同类型产业寸草不生 连后果神山台积电都挡不住 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讲讲太阳门 在电动车被比亚迪逼入墙角之后呢 特斯拉的除能业务就变成了全村人的指望 因为特斯拉最大的业务呢 就是卖电动车加修电动车 那他的第二大业务就是太阳能除能 今年特斯拉的第一场法说会开的愁云产物 法说会当场变成法会 除能业务呢就变成了法说会像颈层的亮点 特斯拉的除能业务分成三块 就是除能箱也就是你常常听到的powerwall 还有商业除能站以及能源调控软体 你可以把太阳能板发出来的电存在除能箱里面晚上再用 没有太阳的时候呢也不会没电 或者你自己家里电线里面的电呢也可以储存在除能箱 那去年呢特斯拉的太阳能除能业务成长了54% 为公司带来了60亿美元的营收 可以说是一只小金鸡了 那所以在电动车这边受困的时候呢 除能业务于是就变成了全称人的指望 不过说实话啊这个指望其实是非常的瞎 因为这套除能系统 特斯拉会的比亚迪也全都会 我们来看一下特斯拉的家用除能箱powerwall 它其实是一台长得很像瓦斯热水器的东西 平常呢它会自动除尘电力 你可以搭配太阳能板 那有太阳能的时候呢这台机器就会自己吸收光电 存保了以后可以装13.5度的电 我们台湾的家庭呢一个月平均用的要339度电 那339除以30天一天是用11度电 也就是说呢这台除能器可以帮你撑过一天的停电时间 如果你不放心的话你可以买10台 你就可以撑过10天的停电时间 那像这样一套系统呢在美国官网是14650美元 折合台币大概是46万 但是呢在台湾装起来呢不含运费和安装呢是24万 哇比美国便宜一半耶 听到这样的价格应该会觉得很劝阅吧 然而 我们找到了三台中国制造版本的powerwall 第一台呢是深圳的这个GSL牌 它可以储存14.3度电 比特斯拉的除能箱稍微多 但是呢这台GSL的售价只有三分之一 只有五千块欧元 那第二台中国除能器呢一样来自深圳 这是OSM能源技术公司生产设备 虽然它只能储存10度电 但是这样一台机器呢只要2600美元 是特斯拉的五分之一 所以在这里特斯拉根本就是一个大麦克指数 刚刚你看到的第一台呢价钱是三分之一的特斯拉 那现在这一台呢是五分之一的特斯拉 最后这一台呢并没有宣布定价 只能电话联络询问价钱 但是呢外观造型颜色都完全照抄特斯拉的储能箱 对的这一台就是比亚迪 上一个被比亚迪恶性抄袭恶性挖角 差点要被逼疯的人就是郭台铭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看我们过去做过 郭台铭和比亚迪 常犯人王船福的恩仇录影片 那眼看了现在马斯克就要走上郭台铭的路啊 但是呢马斯克偏偏要像湖山行文 却拉不回 为什么中国制的储能箱 它可以做到这么低的价钱呢 特斯拉在中国储能箱面前 根本就没有竞争力可言 但这其实是一段非常恐怖的故事 如果我们要讲到台积电最著名的惨败事件呢 我想可能整个财经圈都会认为就是太阳能 现在的人可能不知道啊 在2005、2006年的时候 台湾有很多爆红的太阳能板公司 因为台湾的晶圆制造很强嘛 而太阳能板呢 它其实也是用细晶圆做的 那只是太阳能板所需要的品质 比较粗糙啊 然后制造工法也省事很多啊 那既然我们台湾买了这么多细晶圆 那顺便都做做太阳能吧 这是非常合理的产业联想嘛 那当时很多台湾的半导体公司 都转投资了太阳能公司 就连后国神山台积电呢 它是在2009年的时候 拿出了62亿新台币投资帽迪这家公司 然而很不幸的 当时中国举国体制 也向重了太阳能板这个生意 中国政府大绝补贴 太阳能场大幅的扩张 有一家在江苏省无锡市的公司 叫做无锡上德 诶这家公司的老板 他是人生第一次创业 才开公司四年 竟然公司就上市 就IPO了 莫名其妙股价暴涨 这个只开了四年公司的老板 竟然就成为了当时的中国首富 无锡上德所拿到的土地呢 是无锡市政府给他们的 税负呢还有优惠 而无锡市政府还找了八家国有企业 去投资这个无锡上德 总共拿了六百万美人出来 以无锡上德为首的中国公司呢 就不断在市场上面破坏价格 因为他们的成本结构是完全的不合理 这就导致股价曾经上千元的台湾厂商一通冒底 纷纷惨培 很多光天技术甚至是台湾的厂商 跟台湾的员工 带去中国给中国公司了 结果回来就倒打打死自己的公司 大同集团的前董事长林卫山呢 他曾经在公开演讲的时候 洗脸台下的中国太阳能公司 保利协星的CEO 林卫山当着人家的面就说 中国就是市场价格崩盘的实作俑者 台湾太阳能公司本来做得好好 股价上千元 但是呢中国介入之后 太阳能市场急转直下 台积电只好在2012年开始呢 慢慢卖掉茂迪的股票 到2018年他是完全退出这个市场 赔了11亿之多 你可能会说 哎中国厂商有本事啊 成本控制超强啊 政府大手笔的补助 能做起来是人家的本事 你不要嫉妒 哎那你有没有怀疑过 为什么他们能这么快就切入这个产业呢 2014年呢 美国司法部长他亲自出来 主持了一个轰动世界的记者会 美国政府首次以网路间谍的罪名 起诉了5个中国解放军军官 这些军官呢 隶属于一个非常神秘的军事单位 叫做61398 这个部队呢 就是中共的国家级駭客单位 他们到处去偷各国的高科技机密 包括核电、钢铁、太阳能 各种科技产业 他们是樱头尽头 当时呢 德国的太阳能技术 是领先全世界的 最著名的领导厂商 叫做Solar World 太阳能世界 这家公司呢 他们成立于1988年 从无到有 投入了庞大的资金去研发技术 是欧洲最大的太阳能公司 然而美国司法部长召开了这场记者会呢 证实了解放军的61398部队 在中国发展太阳能产业的时候 透过网路入侵 窃取了数千份Solar World 美国总部的机密文件 包括生产线的讯息 律师和客户的通讯 还有Solar World各种生产指标 和技术的文件 当时的Solar World非常的可怜 他在欧洲呢 也提出了反倾销和反补贴的调查 但是呢 欧洲政府的官员 当时每个人都想要做中国的生意 那Solar World在欧洲 虽然启动了调查 但是呢 调查的这些欧洲官员 他们内心更希望用这些调查 当做跟中国谈判的筹码 来交换中国政府的投资 或者让他们进去中国市场做生意 那Solar World这家公司 他是一个德国厂商 但是他在欧洲求助无门 他只好找上美国政府 反而是美国政府帮他们 告上了61398 中国的举国体制 他不但给你钱给你地 解放军他还会免费帮你投技术 Solar World在2017年的时候 终于撑不下去宣告破产 那他的创办人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他就直接说 他们公司破产的原因 就是因为中国厂商破坏价格 欧洲厂商投资多年资金研发技术 那这些成本呢 必须要摊平在售价上才能收得回来 但是中国厂商他却不需要摊平研发成本 你花钱研发技术 我偷过来大量制造 我的价格当然可以压得很低 当时台湾的媒体还很不客气 认为Solar World是自己不行 为何要归咎于中国厂商呢 完全就没有想到隔年台积电就退出贸敌认赔 台湾厂商也被中国厂商打入了地狱 举锅体制的手笔 让无锡上德老板施政荣 在四年之间成为了中国首富 那当时在全球各大厂商各喉战争夺细晶原材料 导致全球细晶原价格暴涨的时候 无锡上德不怕 他们跟细晶门供应商签下了十年的长约 总共要付50到60亿美元锁住十年的细晶原用料 没想到这十年合约才走到一半 细晶原的价格竟然大跳水 长约的价格就变得太贵非常的不划算 那下游的售价呢也就跟着暴跌 因为你上游原材料暴跌嘛 我下游价格当然是杀得很厉害啊 可是呢大手大脚花钱毫不手软的无锡上德 他这个时候就吃到了苦头 他撑不起这个长约的价格 最后呢他只能付出2亿美元解约 导致公司的股价暴跌 最后呢无锡上德也撑不下去破产了 四年的时间可以让一个人 从学者变成中国首富 但是八年之后呢公司却破产了 这个呢就是风大珠飞天 风没了你就铺剑 一个产业已经毁掉你一次 它还能再毁掉你第二次吗 当然能 太阳能产业是一个技术态换速度非常快的产业 当然啦在这么多玩家疯狂的把市场 催熟再玩坏的过程之中呢 技术更新不快的话你就只能等死 那太阳能这个领域呢只要一年两年 你没有跟上脚步的话你基本上就出局了 那过去呢光电电池主流规格叫做PERC为主流 那这两年之间呢有一种新的技术叫做TOPCOM快速的成熟 有效的提升了太阳光转换成电能的效率 一听到有新的战场有新的决斗可以上 哇全中国真的是兴奋的不得了 全村人都上了 除了传统的太阳能公司包括龙基绿能 金澳太阳能通微太阳能等巨头宣布参战 我不明白为什么还会有中国三大白酒厂之一的五粮益 这个五粮益酒厂他也宣布要投资十亿人民币进来做太阳能 还有中国的牛奶大厂黄氏集团 他是一个水牛奶著称的这个牛奶厂商 我真的很不明白白酒厂商还是牛奶厂商 你们到底跟光电有什么关系呢 但是呢这个黄氏集团他也准备了一百亿人民币的投资要进来做太阳能 一窝蜂全民大炼股只要看到什么好生意我就快速抢进快速破坏 这种营商风格呢就导致一个新的产业在中国呢 就会出现供给量快速的逼近这个供过于求产能过剩的道路啊 他矿电池呢是一个才商用发展刚刚两年的新技术 但是在中国市场上面从去年初到去年底短短一年之间 这种新型太阳能电池的价格就掉了三成 各大光电厂只好开始裁员产能利用率下滑 现在只剩50%到60%的利用率 其他的产能都在先置 这个新型的电池呢本来是一个好生意 可是呢却被一窝蜂中国厂商的强劲之下快速的烧光了 实在太恐怖了 产能过剩之后呢这些中国光电厂商呢也就迅速的贬值 他马上就变得不值钱了在2022年的时候呢 中国A股里面的太阳能公司市值超过千亿人民币的总共有18家 可是呢两年之后的今天市值超过一千亿人民币的就只剩下三家 就连现在中国光电一哥龙基绿呢创办的李正果呢 他都惨痛出面表示有商低价抢单龙基实在无法更进是非常的辛苦 在20年前台湾太阳能厂商一通冒底还有德国公司Solar World 还有一大批全球太阳能厂商被中国厂商玩的有些死掉 有些是生不如死 但是在20年之后台湾的企业一样是深受其害 就在去年的11月自动控制设备大厂上银科技呢 他们就公告旗下的公司上银光电啊实在受不了啊 中国业者低价竞争造成持续亏损于是呢公司决定依法解散这个上银光电 日本公司也是常进的苦头 Panasonic旗下的太阳能电池和模组生产部门呢 他们也在2021年因为没有办法和常年拿政府补助的中国厂商竞争 Panasonic宣布退出太阳能制造市场 最近我收到了一个网路笑诊他上面说呢 如果有一个犹太人在路边开了一个加油站 生意不错的话那就会有第二个犹太人过去 在加油站旁边开餐厅 那第三个犹太人就在旁边呢开旅馆 然后呢开大货铺开花店 这是犹太人做生意的方式 这个网路梗图就说呢 如果有一个中国人他在路边开了加油站做得很成功的话 那你就会发现有第二个中国人呢 跑过来在他的旁边再开一个全新的加油站 你还会再看到第三个中国人再跑过来再开一个加油站 中国人呢会开整排的加油站 性竞争 这就是一个集体主义 迷信非常严重的社会 这个网路笑哏呢 真的可以说是为言大意 说尽了西元2000年之后 中国进入世贸组织 带给全世界各个产业的痛苦 接下来我们还会陆续制作各种 精掉下巴的报导影片哦 本周我们会员影片呢在讲台股已经万九了 那居高思维它会崩盘吗 那下周会员影片呢我们会讲NVIDIA最新的晶片 很可能会轰动视觉哦 影片非常好看 有兴趣的同学请加入我们频道会员 每周收看专属影片哦 喜欢我们的影片请记得帮我们按赞 还有记得按订阅频道加开启小铃 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